答案我是安生 今天來簡單分享一下 關於XBOX Series X的外接硬碟要怎麼選擇 雖然XBOX Series X和S... 這算實在太難念了 以下簡稱新的XBOX 雖然新的XBOX內建了1TB的硬碟 原廠也設計了NVMe1TB的擴充硬碟 看國外的定價也不算太誇張 不過台灣至今價格還沒有出爐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買到 然後錄製4K遊戲畫面的話 應該是很容易硬碟爆炸 所以會用到外接硬碟 得先找個適合的解決方案來擋一下 根據國外的資料來看 外接硬碟載入遊戲的速度 應該和內建的SSD不會差異的太大 今天就來提供一下我研究出來的懶人 還有省錢的不同解決方案 根據官方網站的資料 新的XBOX具有三個3.1 Generation 1 最常見的USB-A插槽 如果只是給XBOX用的話 要找的規格其實不需要到太高 所以我們就找了這樣的組合 USB 3.1 SATA外接盒加上SATA 3.0 SSD 因為還不確定硬碟究竟用XBOX格式化之後 會是什麼格式 所以不知道能不能拔下去讓電腦也存取 這個可能就要等到實際拿到主機之後再來測試了 目前我大概找一下是還沒有找到確切的資料 我們挑選的硬碟是 你把它拆開改透明盒 有興趣的話可以上蘋果倉庫購買 這個外接盒是連螺絲都不需要拆裝的 只要像這樣打開 插上 蓋起來 就收工了 這樣總共採購起來是3369元 認真在網路上找一下或是直接跑一趟光滑商場的話 應該可以找到更便宜的 不過像我們一樣懶的話就是PC Home按下去 24小時內電鈴就叮咚了 速度方面呢 目前我用2020 MacBook Pro 跑出來的數據大概是這樣 實際拿到XBOX之後再來測試跟內建硬碟的差異囉 那如果真的懶到極致的話 根據我身邊看過的使用情形和做功課的結果 三星的T5或是Seagate這款也都很適合 數據應該差不多 就看個人是否有比較喜歡的品牌或是外型 這邊我就提供拍影片的當下 PC Home的商品截圖作為參考 同樣花點時間應該也是能找到更便宜的 目前看起來外接硬碟也是支援快速回到遊戲的功能 但只能把上一代或更早以前的遊戲安裝在外接硬碟裡面 也就是如果你想玩Series X跟S的新遊戲的話 應該是需要安裝在內建的SSD 或者是官方的Seagate擴充硬碟 沒有辦法安裝在自己插上去的其他牌子的硬碟 也就是外接的只能拿來玩舊有的相容的遊戲 這方面的具體做法和差異呢 就等我們實際拿到主機之後再來測試 希望這個影片能夠多多少少幫助到一些 正在選購XBOX外接硬碟的人 那接下來就再等大約36小時 我們11月10號開箱見